在上集節目中 演藝圈人夫們 為了維護自己在娘家的尊嚴地位 務昔相互人生公結 最後經典變成 踐踏尊嚴的爆料大會 而今天他們將面對的是 更殘酷的素人票選 究竟在民眾眼中 誰會是在娘家 最沒地位的哈巴狗人夫 重點是說 你在娘家的地位 沒有 非常崇高 我一直要回去的時候 我孕婦孕婦 她就很日本的精神 一進來的時候我要回去 她總是在門口 兩個老人家就這樣 回來了... 來... 回來了 查弄好了 到門口迎接 沒有... 沒有...來吃飯... 來吃飯 什麼東西都擺在桌上 什麼零食的都不 因為我們回去都是會帶 帶小孩子回去 是 對 很喜歡小孩子 小孩子跟我們都照顧了 回去的時候 她還會親自到門口 送我們上車 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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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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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ja,就是... 國父 對...隔壁的伯父 兩兄弟 就是阿婆也出來 阿婆 阿婆 我沒有聽過她說她付出 對不對 那就直接尊重 以後我待會兒只付付 一半半而已 茶葉而已 茶葉而已 平常... 平常有些我非常尊重 我的岳父、岳父 我們有時候是 誰不尊重我就會 有 後面的 誰不尊重 誰不尊重 你講大家不尊重 你講他不尊重 你講他不尊重 他連我們的岳父、岳父 他都不尊重 我覺得你們的級數還不到 不是 只是一有空 剛才一想到去看一下父母親 就買一些東西給他吃 你買東西那個 不是... 重要是陪伴 所以你講重點 你現在最需要的就是重點 剛剛他說我潔癖 我承認 你還在忌恨的雅嵐媽就對了 雅嵐媽講的 不是雅嵐媽 因為你沒有先認識我 要不然其實 他都會愛上我 真的 為什麼 我們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到岳父 你現在是把雅嵐媽的 不是... 我講給你聽我們怎麼付出的 我們是付出的血和汗 是不是 不是 我們到他家 我們看一下這家裡 不像我們想的這麼乾淨 那我覺得... 不像我們家想的 不是 我就覺得說 我們自己打掃也掃不乾淨 我就打電話叫清潔公司來掃 清潔公司打掃完沒有關係 我走到門外 看到岳父的車是髒 我直接不是我開去洗 洗完他幫他打蠟 第二個節日我再去 就幫岳父岳母洗澡 不是 因為他們身上髒 開到保養廠去 幫他保養廠 直接不是 直接幫他整個車烤漆 乾脆換掉不是更大 你打電話問維琳有沒有這事 我們是付出了 真的付出 我們才得到別人的尊重 這重點 那你做出了什麼 我們成一盒茶 叫一堂茶葉 對 我跟我老婆做過一件事 回去那個娘家有沒有 把那個我岳母那個廚房 把整個燒掉 沒有 燒乾淨 打我們飛位 結果呢 結果我岳母回來的時候 對 打掉之後 後來他也打一頓 被我岳母罵到 罵到 罵到真的是 你有包過錢給你岳母嗎 有啊 我們平常一去的話 我們一定是只要五千一萬 就給他 五千一萬 你是東北人去吃 不是啦 不是 新衣 新衣 他的能力就對了 沒有 這是新衣 他的能力也只有五千一萬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 你是五十一百嘛對不對 每個禮拜每個人都會去 冷靜一下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下 明熊哥很聰明 他做過一件事情 就是他只要攻擊 跟他並列第二名的那一位 他就 衝過 深蹤過 對 明熊你趕快講 沒有 明熊哥好像有 他是沒有話要講 因為他是母系社會 在那邊 你在原住民這樣了解嗎 你有包過錢嗎 你有包過錢嗎 有包過 我第一次見岳母的時候 我包紅包就十萬塊了 對不對 然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面 因為常跟明熊在聊 有時候在聊 我們原住民在聊 明熊都會認為阿美族 他會攻擊我們阿美族 男生好像都做苦工什麼的 像這種部分 我跟你講 我們是體貼 像我很聰明 我很聰明 我都不會對我老婆說 比較好 但是我都會對岳母 我很聰明 對 請賊要請王 對 然後我想說 如果要在他們家族 有地位的話 我是不是想說 應該要給岳母面子 對 有一次呢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然後剛好就是 岳母的姐姐來 然後來吃飯 然後我們在餐廳後面吃飯 這樣子 大家聊得很開心 很久沒見面了這樣 吃吃吃完了 吃到一半 中間的時候我就離開了 我離開我就跑去買單 然後買完單我就跟阿姨講 跟還有阿姨的小孩講說 我說阿姨 那個今天就是 媽媽請你們大家吃飯 這樣子 我當場 可是我又不是看我傻眼 我說對… 然後大家吃飯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以後 能夠常來這樣子 常來聚一聚 因為媽媽很開心 因為他們就住很遠 然後很少碰到面這樣 見面的時候就這樣 他說你們希望能夠常來吃飯 也是知道他們住得很遠 你們不會常回來 所以就順便講這句話 你們太幸福了 我們家 我幫我岳父只要一洗車 他怎麼說你知道吧 怎麼說 你做 你以為也知道 你以為是 你以為有什麼技術 外車有什麼事 我敢在洗 因為他走低調奢華工 車越不洗 衣服穿得越簡單 是比較不招搖的 我們買個雙B就會罵臭頭 你知道吧 你還有請吃飯對不對 你怎麼沒有從你岳父那邊 學到一點做人 的道理 減減 對啊 這一點就差勁了 就差勁了 他跟他學習 你剛剛說請吃飯 岳父出來吃飯 大舅子沒有出錢 我有時候跟岳父輪流出 岳父怎麼說 這真的還可以 你真的很沒意味 他沒有惡意 我只能說你們手段太低竿 真的嗎 你這個一定要說 是你太太請的嘛 對不對 對 你去付錢 你說你女兒請你吃飯 你怎麼會說是你請 我太太一輩子都沒有出過 家裡面的錢 真的嗎 他不會去出這個錢 這個不了解 因為他們家太有錢了 他們不會讓女兒去出錢 女兒身上也沒錢 因為爸媽會幫他買單 你怎麼聽 一直到現在 真的 詹惟中 你是嫁入豪門就對了 真的 嫁入豪門 嫁得好 你今天要出來拍戲 恭喜你 解釋一下就是說 我說我兒子沒出 你也不用出 所以如果是我招牙量出錢 出太多的話 會被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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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到 沒有 我原本家不是大地主 所以沒辦法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要看第一名好了 第一名 第一名是眾望所歸 分別就是 詹惟中以及沈玉琳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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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田莫哲在場的男性 各自票 這個我們要請教一下 我也是私底下透露 本來不應該透露的好不好 有一個人 連續投了你們兩個各一票 他說他堅決的認為 尤其這一輩子 他認為你們兩個 就是在家裡面 地位最卑賤的人 何昌明 告訴我們為什麼 何昌明 對 昌明哥 你怎麼看最多 講講講 不要討厭 我跟妳講 不要左 右 投票結果 何昌明 直接講不要怕 好 我跟妳講 因為呢 雖然說 玉琳哥他也講說 都有定位喊老闆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要觀察觀察什麼 跟老婆相處的情況 是 最準啦 超出辣的 抖出來 他以前直接講過說 他跪在門口 跟老婆懺悔以外 我說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有一天呢 我們在吃飯 結果我們幾個都是夫妻的 他人一來 不是 你老婆怎麼沒有來呢 他自己來 那女人 不要理他 你跟我生氣 吵架 幹什麼 女人 自己在家反省 然後我說 不是 讓他吃晚餐 你老婆沒有飯吃 沒有 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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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當時還滿兇的 很兇 自己會找東西吃 自己找東西吃 不要理他 我們自己吃 點菜 吃我們的 我說真的沒關係 那我們就吃囉 他這樣 吃 不要理他 我們就吃 吃完了以後呢 準備要走人了 他就走到旁邊 低聲跟他 老闆 照那個 包一份 我帶回去要給養牙吃 而且他還不好意思自己去買 完全不好意思 他跟我說 幫老師 我跟你講 待會兒你就幫我帶一份 因為我才講 超辣 你就說你要帶回去給你老婆吃 我說 好 我就知道 其實他是帶回去給他老婆吃 對 其實越俗辣的人 越容易大聲 我跟你講 超俗辣 那一次的事情我以為說 那可能只是一個巧合吧 後來 又來一次 還有大家到我家吃飯 然後我家後來 雅雅來了 雅雅來 雅雅在旁邊 如果不講話的時候 他就聲音 全場一定他最大 就搞到樓下警衛都聽得到 然後說 我跟妳講 好去啦 他就這樣 對 然後他還在露宿 是 雅雅 抱著小孩在旁邊 小孩累了 雅雅突然忍不放過來 從此之後 他一句話都不講 詹老師跟玉琳哥一模一樣 詹老師也是有這種 一模一樣 詹老師有這種盡頭嗎 沒有 我們也是一起去吃飯 因為詹老師有 詹老師知道 他真的比較好一些 因為他跟他老婆幾乎都沒有見面 對啦 那次去的時候又有大嫂 現在女兒也在 然後他就是開始上菜 然後人家上第一道他就說 我們的菜可以快點嗎 我是沒有給妳錢給夠嗎 為什麼會這樣 對 他們都超敢講的 他就說 你們出去看一下 我們菜是怎麼點的 為什麼上那麼慢 這什麼東西啊 我們的錢沒有夠 為什麼我們那麼多人 叫這樣的菜才一份 然後大嫂在夢旁邊說 好了吧你 就從那一句 好了吧你 只一句話而已 沒有講話 因為詹老師跟我們一樣 就是我們並不是每次去餐廳 都這樣 而是說 有些服務生酸酸酸 你知道嗎 算慢 愛弄服務 那我每次去你們都想說 你們幹服務業的 我們幹這行 我們要講話 要表演 那你幹這行 就是要付出你的熱情 跟你的微笑 因為你領了這份薪酸 就是慢一個 你怎麼在那邊搞得要死不活 然後那個菜 菜沒沒關係 那是廚師的問題 可是呢你連進去跟廚師吹一下 你都不願意 所以我是比較著重在這個 敬業精神 敬業態度 因為我以前開公司 我對員工也是會這樣要求 那我覺得 這個服務生沒有一個好老闆 因為不會去要求他 那我來幫你老闆要求你 這跟妳跟娘家地位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要講這件什麼 就是這個兩個人 就是沒有地位 很像 就是在娘家沒地位 然後出外一直要猛烈的找地 對 我覺得這個彈票都是現場 大家彼此認識 大家誰都不要怪誰 對 趕快再介紹下一個 不然我跟你講 再講下去我跟你說 講三次 大家跟娘家之間的互動 曾經發生過什麼 我們讓你們印象深刻的事 我希望更加真實一點 不要吹牛 不要紅花 不要卸染 一名來好不好 一名來好不好 我岳母住在桃園跟龍潭一帶 近年來身體有一點不太舒服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把岳母接到我們家裡來住 孝順 而且住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照顧她的生活局 每一天呢 岳父也接 後來岳父也接來 現在是住在旁邊 走路五分鐘就到 附近 你知道嗎 所以我剛剛講 一個鐵皮屋對不對 也不是鐵皮屋 一個稻草屋 一把火就可以燒掉了 不是 就說 他在門上 還要這麼急 他要這麼急 一把火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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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幫她打蔬果汁 還為她禱告 每一天 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她禱告的地步 她應該想越搬越遠 她岳母身體就變好了 後來身體就變好了 神經病 對不對 岳父有一點點 親為的失智 是 我們就每天早上陪她去散步 陪伴她 你知道嗎 走路五分鐘的路程 可以到她家去 我做這個事情 你們誰可以做 是不是 他跟岳父好像 就是記憶力還都滿正常的 對 身體健康很重要 但是重點是 我們要有這個心去照顧老人家 但這一點我肯定宗維銘 她是個女婿你知道嗎 而且她對自己的岳父岳母 好像就是這樣 對自己親親父母 這一點不小 一次沒有什麼了不起 十九 一段時間 不間斷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認識八年 結婚十二年 二十年來 十一日 就是一直抱著一個孝順父母 真的就是當自己親父母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娘家室有地位 是因為我們有付出 對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靠一張酒要很讓 我們有付出 這一點晚上問一下 我也是最好的一個朋友 侯昌明 他勇於一項強權挑戰 說沈玉琳的不對 說詹惟忠老師不對 我相信你在娘家互動一定更精采 對不對 而且當著你的院 老實講 好好說 你不愛雅蘭 本人在線 很愛他 我跟你講 不過 玉銘說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我們可以當一個好女婿的前提 其實就是要持之以合之 對 所以你看打從十幾年前 你看那個時候 我岳母在家裡面所有泡的茶 幾乎都是我在供應 我以前主持外景節目 她全身跑 每個禮拜出去一定有很多伴手禮 對 每次大家就伴手禮回去 但是我每次有拿到任何東西 都送給娘家 我絕對有一份是娘家的 絕對要有一份 所以你跟店家A了兩份 我一定要A兩個 不是 沒有 我們就算只有一份 我們可以不要 但是我說那這個東西 要不要留給媽 我就跟妳講一下 心意 然後但是呢 殊不知這個行為呢 也引起了一點點小小的後遺症 怎麼說 因為這個節目做了十年的以後呢 後來我們請辭就不做了 不做了以後呢 結果那個當然 茶葉就沒有來源了嘛 斷貨了 結果呢 雅蘭還會跟我講說 媽說你很久沒有拿茶葉回來了 她最近要泡茶沒茶可以 你改茶包嘛 我說奇怪的 媽是現在把我當大盤子 不是把你當大盤子 把你當盤子 像我如果回去我老婆 嚴峻 你知道我心裡 是比較中肯的藝人 回去我老婆他們家 我現在是說真的 是真的 因為他們家就是奶奶持家 他奶奶是那種住在當地 已經住了四五十年那種 就是整個林裡 就是方圓或十公里之內 全部都認識 沒有人不認識她 沒有人不認識她就對了 除非是新過來的 然後呢過年的時候 因為她奶奶年紀性很大了 她只有煮飯 然後那個菜呢 全部都是叫外面 叫外面的 對 叫外面的 那外面很奇怪 外面的話應該一般來說 是人家送過來的 是 那我不是 她奶奶是會帶著我 去散步去拿 拿完 就給人家拿菜 拿菜 沒有 她那個是板豆 那個種的 對… 那種美食度 地方那種板豆 然後有什麼焢嗎 還有蝦子 炸魚 很新鮮 很新鮮 外匯的 對 她叫我去哪 她叫我去哪樣的用意呢 是要叫我去跟老闆拍照 跟老闆拍照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就這樣牽著… 然後跟鄰居 一個一個接著 這我怕死 不如彥甫啦 彥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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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彥甫妳的意思是說 她奶奶到家都以為她是郭彥甫 不是 因為她帶你去拍照 就是拍完照 最有趣吧 這樣才不用錢 來 我們那邊玩這個 就目前啦 奶奶會喜歡奶奶 可是妳知道嗎 就是奶奶做這動作 你會覺得很窩心 就代表說這個家族 她其實已經認可你了 對 她才會介紹你給所有人 她覺得從最高的地位 先開始下手 觀眾投票喔 在娘家地位最低的人夫 我們十位男明星 你在觀眾心目中 到底是個什麼咖 對 就在這1到10名裡面 越前面越沒地位嘛 越前面不是越沒地位 越有地位 連人格都沒有 真的 你說第一名就算沒有人格 也沒有地位 念錯 鬼錯 前三名呢 就退出演藝圈 我認為不要 我很怕有玉琳哥 但是玉琳哥如果要賭的話 我們都願意接受你的證據 沒有 前三名離婚 你不要這樣子 前三名離婚 前三名離婚 第二名跟第三名 分居 第一名分居 第一名分居加 退出演藝圈 我現在很開心 我老公沒有來的 謝謝 我們先從第五名開始 我們先從第五名開始 我們從第三名開始好不好 我看這個顏色 其實大家都有點緊張 然後我覺得最緊張是陳志遠 對 我講第五就好 我五六就好 我們先從中間來開始 中間了 安全 只要不要全身都OK 第五名OK 最沒地位人夫 第五名是 第五名算集合 可以 第五名OK 好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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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幸福的那個 志遠哥可以講話了 志遠哥可以講話了 我現在應該可以 陳志遠的 第五名是嗎 我選陳志遠 因為他們是 人物名是女性社會 所以他們是女性社會 我會選陳志遠 因為他很常上新聞 所以我覺得他在娘家 會沒有什麼地位 我會選陳志遠 因為他老婆修情很兇 因為他呢 對老婆最服服貼貼 所以他在娘家 一定是最沒有地位 我會選擇陳志遠 因為我覺得他老婆 感覺比較兇 比較抗他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娘家 應該比較沒有地位 好 我們要準備一下 掌聲來 拍影片的 另外還有兩位是這個 上網講的 他們說 因為李子說 只會吃軟飯 在娘家容易抬不起頭 另外一位更可怕了 不過打棒球之後 就覺得氣勢變很弱 反而秀琴變得比較有擔當 陳志遠在娘家的地位 也跟著變低 你懂個屁 拜託 你與其他罵觀眾 你不如回去叫去一下你老婆 你老婆給你這種形象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叫做互相 在過去好的時候 沒有 互相都是你老婆在罵你 跟罵兒子一樣 沒有 OK OK 我想這是個節目的效果 以前過去好的時候 我都照顧我老婆跟老婆她家人 現在這個時候 當然她有能力的時候 老婆當然要跳出來對不對 所以把你踢得遠遠的 我也踢遠遠的 你以為我照顧 她也很開心 可是 最遠不是說拍餐廳 我真的有點生氣 你很好的男生 不要氣... 不要氣... 這次永遠是真的生氣 男人的地位都沒有了 你那個男生搞得那麼辛苦 四個人 四個人 中間... 大家緩回一下警察氣氛 現在我們先從最後面的好不好 第十名 沒有想要第五名氣成這樣 第十名 第十名是最有地位的 第十名是最有地位的 好開心喔 你哥吧 有沒有 超市人是票選 獨身觀眾毫不留情 她很囉嗦 然後感覺會被娘家人討厭 因為她好像就是 比較少在工作 在節目上講話超囉嗦 如果她是我的姐夫 我一定不想跟她講話 一個有智慧的人會比較囉嗦 因為她話多是因為要幫助別人 也幫助志祺 所以你們誤解了 但是我可以接受 因為呢 只要熱愛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所以我回來 2015的夏天 用歌唱實力 和激情燃燒吧 第十名是最有地位的 好開心喔 達明哥吧 有沒有 好 達明哥 好 謝謝… 好 達明為什麼自己覺得 你覺得自己為什麼是第十名 不是 我這樣講地位 等一下… 我覺得 不是 你們認錯人 我還覺得達明這樣 我付出很多 我還覺得達明哥如果不是第十名的話 一定被地名哥拖累 達明你不要再講 你再講人家 就已經知道是認錯人 達明我們來看看我們的VCR 好不好 看看觀眾朋友VCR 我選宋達明 因為她的我看起來就很兇 我選宋達明 因為她的靈性看起來比較溫暈 看她的粉絲葉跟她的動作還不錯 因為她在她家的體位感上 好 因為你是第十名 網路上還有可以這樣說 因為明智的先生說 太小白臉的樣子 感覺把女兒托付給這種人 會很擔心 你說送她的名字 對 所以我不想要有這樣子的女婿 另外一位說 覺得她是一個很龜毛的人 容易跟娘家人不合 然後不受到歡迎 認錯人 認錯人 這個認錯人 這個... 我跟妳說 那兩個都在講 你們現在說 你們所有這些都 子虛物有的指控 我跟你講都是宋達明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你 好的是你 好 剩下大家緊張囉 兄弟我剛才我們到哪去了 第九名是 乾隆哥 乾隆哥 乾隆哥得這個第九名 我覺得是十四名 我岳母現在是這樣 每一年我一定帶她 一起跟我們出國玩 那有時候岳母 你那個新的健身器 跳出來就打了 我跟你講 我是教我岳母做健身操 讓她脊椎不容易痛 然後我岳母她如果熬夜 不睡覺 我會開門跟她講說 媽媽 要趕快睡覺了 這我可以作證 因為證字叫 而且她岳母跟我講說 你知道我們庚 我們都好管我吃 她不准我吃 有胃精的東西 有一次我們吃個便當 還把那個豬盤拿起來算一算 才放到我的便當盒裡去 她是假的 她是這樣子的人 講得再多 我們還是要聽聽觀眾朋友的想法 來看看劉更宏的 你怎樣 我選劉更宏 因為他看起來人好 像娘家沒什麼地位 我應該會選劉更宏 因為他好像就是比較少在工作 所以我就覺得 他應該在娘家 會比較沒有地位 我會選劉更宏 因為感覺他看電視 感覺他很囉嗦 然後感覺會被娘家人討厭 娘家人在發 網路上還有朋友這樣說 因為陳豪先生說 講話的方式 太娘太露了乾 感覺岳父岳母不會想聽她說話 不會 想太多 人家肌肉多大快 可是我想話比較溫柔 另外一位就是 因為肌肉的問題 她說 好像整天都在跟朋友鬼混 或是沉迷鍛煉身材 岳父岳母會不放心 有這樣子的女性 這點我真的要替妳聽講話 第一個 她沒有說整天在鬼混 第二個 鍛煉總會叫沉迷兩個字 對 運動其實是大家都需要 你知道她剛剛不看到 跟紅哥在抱她女兒 其實那個胸部那個 比太太多大 會比太太太舒服 她脫掉衣服那個胸部 其實連男人看得都都幹 胡子玉 想摸這個事 花紮的 好啦 恭喜跟紅地球一下 越來越白熱化 現在來看看 現在來看看誰是 第八名 葉明哥 這個有沒有認錯 剛剛都沒有我們對 那是我們 你們才是寫錯 你應該知道怎麼叫做 後面我們就是我們 一個會幫岳父洗車 打蠟 烤漆 然後把岳父岳母送到吳俊寺 去消毒的一個女性 在家裡面第一位應該是第八名 但是口說五名還是要看看 觀眾朋友怎麼看 請看第四樣 我選宋利明 因為她對老婆跟小孩都比較好 就是在娘家 相對比要聽老婆他們的話 因為她一臉就好了一樣 所以感覺沒有地位 我選宋利明 因為她很多說 所以在娘家一定沒有人 想聽她講話 不只在娘家 在她家都沒人想聽她講話 然後觀眾朋友是這樣說 現在老婆家裡面的地位 應該很低 因為老婆很辛苦 生了小孩 就要試試 以老婆和小孩為主 娘家應該關心小孩跟老婆而已 完全不會關心妳了 另外一個也是 在節目上講話超囉嗦 如果她是我的姐夫 我一定不想跟她講話 我跟你講 一個是你檢檢回應 檢檢回應 一個有智慧的人會比較囉嗦 因為她話多 是因為要幫助別人 也幫助自己 所以你們誤解了 但是我可以接受 因為這社會本領是多元的 對啊 有智慧的人話越遠 對她來講就是間斷了 可以再講八分鐘嗎 好 我怕我講太多到時候 所謂 less is more 你知道嗎 你智慧的人多 顏檢易蓋這樣子 這是熱味 開始有壓力了 熱味 現在看看V7 V7 是 我們現在都住在岳母他們家 我們住在桃園那邊 也是借人一下 不是 借人一下 為了貼心 你知道嗎 我就跟我老婆說 只要看到家裡有帳單 我們就全部去借 本來就是應該要做自己的 這個怎麼好拿出來講 反正是應該的 可是我的岳母 可是我的岳母 你有幫我抽成這樣嗎 我的岳母是不希望我們去多付檢 他們是他們的觀念 他當然是這樣講 沒有一定這樣演嗎 V7 你是彥均 V7 你是彥均 不是想到我平民以外 沒有那麼多 像我跟義明一樣 每年我會帶我全家人 包括我小舅 我就是小姨子 他們全家人就是會出國 出國去玩 老人家就需要陪伴 看到我們就很那種喜悅的感覺 去打練 我們也很有成就感 是 來 請看民雄的VCR 應該是民雄吧 感覺他在節目上都會講話 他會討長輩的歡喜的感覺 我會選民雄 因為他就是感覺 結婚又離婚又再婚 感覺很沒有 就是在家裡面沒有定位 我會選民雄 因為他如果來我們家的話 跟長輩的緣比較沒有 他屬間比較沒有定義 所以他講 你也不想去他家 聽一下觀眾朋友怎麼說 他平常上電視講話就已經夠無聊 在娘家應該更沒有人想跟他說 我覺得不會 他講話這樣有趣的 跟薩基努比起來 你算OK的 有跟他比嗎 民雄還主持 對啊 我OK啦... 一副畏畏縮的樣子 長輩不會喜歡女婿有這樣的感覺 在娘家會被討厭 但你誤會 你也會說說 完全真的誤會 他以前一拳打死一頭牛的 現在不能講說女婿就對了 我是在這個岳父岳母那邊 我都是很主動 我都很主動式 從來沒有說 怎樣... 我們都是 我們是先 我們是先做個準備 你也是除他們家的茶花 對 沒有啦 好 照理說剛剛第七名 現在我們要公布第六名對不對 不 不 我們現在公布 第一名 第三名 不要忘記 今天賭注 第二名跟第三名要分居 因為離婚要有法律上面的負責 我們本節目不負擔這個法律的過程 第三名 要面對分居 基本上現在民雄不用擔心對不對 對 然後送一名送他名也不用擔心 我們不擔心 跟紅色好人也不用擔心 資源不用擔心 要分居 今天的第三名 分居的第三名是 潘若丁 對 對 對 我們啊 還有一個房間 對 潘若丁 來住 你現在會不會現在真的認錯人了 我先直接看VCR 再來聽聽郭彥均這個動作 對 來 先看看個票 我選郭彥均 我選郭彥均 因為他比較年輕 在你們兩家會比較沒有立位 我選郭彥均 因為他看起來最年輕 應該講話真的沒有分200 我選郭彥均 因為他很疼老婆 應該很聽兩家人的話 郭彥均 因為感覺他對老婆比較好 我選郭彥均 因為郭彥均就是對老婆百依百順 然後老婆說什麼他就會聽什麼 也是好話 對 最讚 最讚 郭彥均的朋友說什麼 那個Jose說 才新婚而已 所以他應該跟娘家很不熟 娘家才不會把他當一回事 另外一位說 他在裡面年紀最輕 感覺他說的話在娘家沒有人會聽 真的 Jose說自己有講話 把你動作小孩 我怎麼會剝蒜頭 怎麼會陪奶奶去拿菜 其實我說真的 你愛一個人 你就是愛她的全部 愛她的家人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 不是我們的岳父岳母 其實是讓老婆更安心 笑容器 為什麼是說你 你後來現在吃水餡 都不吃蒜頭嗎 我吃 我好愛吃蒜頭 我超愛吃蒜頭 你後來 生吞蒜頭 你後來就沒有再剝蒜頭 對 你這也沒有 他後來沒有再剝蒜頭 是因為後來有一天 他們那個 沒有幫你用錢 沒有 你真的 因為觀眾不知道你們前面認識了 現在是為了錢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因為我老婆他們 而且他給你滿高 天啊 真的給你滿高 各位天啊 各位 像現在有沒有 像我小朋友現在出生45天 然後因為我老婆跟那個 我們現在都住在岳母他們家 就住在桃園那裡 也是紀元旅下 不是 真的 就住他們家 然後他媽媽很好 他媽媽很好 就是小孩子還沒出生之前 就已經把那個小孩子的房間 什麼都幫我們準備好 就是很期待我們回去 那你知道嗎 為了貼心 你知道嗎 我就跟我老婆說 只要看到家裡有帳單的 我們就全部去結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不是狗腿或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應該要做事情 這個怎麼好拿出來講呢 反正是應該的 可是我們是願 對啊 我們也是這樣 你一定用一百多幾萬了對不對 可是我的岳母 你的岳母是 不希望我們去多付錢 他們是他們的觀念 他當然是這樣講 表面一定這樣演 不要這樣講 我不講了 沒有 你不講表情 你可以告訴我們 是不是要開始分居嗎 沒有分居 怎麼可能分居 剛剛你也同意我們這個打賭 對啊 認賭要服輸 你搞不好第一名 我跟你講 你還是說 那時候打得超現在 現在 氣氛很緊張 12名還不知道對不對 是 感覺起來還有4跟6 剛剛公布的是第三名 照理說 我們現在公布第二名好不好 不 我們現在公布第6名 好 應該唱5個 6個 6個 應該唱5個 好 應該唱5個 好 應該唱5個 今天的第6名是 我本人 我本人 好 好 神經病 神經病 太強了 太不重了 真的 我跟妳講 完全真的有點 我跟妳講 這買票 這買票 沒有 觀眾朋友的眼光 其實還是有關係 那妳不要聽聽觀眾朋友 怎麼說妳 好不好 聽聽觀眾朋友怎麼說 潘若迪潘老師 來 請看VCR 我選潘若迪 因為她看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得長輩緣 你知道嗎 因為她本身就是長輩 我選潘老師 因為她就是 不怕老婆的樣子 我選潘若迪 因為我覺得 她長得沒有那麼吵醒 在娘家應該不會嫉妒 不吵醒 不吵醒 沒有長輩緣 沒有長輩緣 因為長輩緣 因為長輩緣又不吵醒 我們聽一下 我們聽一下立銘的朋友 Eving說 感覺老婆很愛使喚她 所以她在娘家 也是個會被使喚的小角色 27歲 27歲的陳欣說 不管是講話 還是跟別的藝人互動的感覺 就覺得她很弱 想必在娘家會被欺壓很弱 還有 因為欣說 跟老保母泡澡很不自製 我一定犯錯 調選太誠庫 乾脆自暴自竊 我一定是第一 因為我是堪稱北台灣神算 如果我真的沒有第一的話 我真的要退出營養性 全台灣神算 毒很大 毒很大 我這個人沒辦法 當時直接面對限制 你們錄好了 我回家看播出 知道我自己的名字 不是 我不願意在現場 面對這種事情 所以聽說 跟老保母泡澡很不自製 我自己犯錯 讓娘家人看不到 先評論都很帥 簡短的回應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潘若迪 各位觀眾們 我相信你都看得出來 其實有些節目上的效果 你也知道 都是因為有這些人 有些是效果 有些是效果 對不對 現在是我講 現在是我的 你待會兒你講 現在要幫你講話 講很多事情都是效果 老保母泡澡那些事情 偏偏是真的 你有看到我這個朋友嗎 你講個是實話就對了 不是 我們現在來的對不對 我告訴你們 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在座的人物 其實大家都很OK 但是我要必須跟大家 說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很愛你的岳父彥母 你能夠為他們做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好的去疼愛她的 泡澡 對 好好幫她泡個澡 你就是要好好去疼愛她的 老保子講這句話 的確很正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講出來就沒什麼說服力 而且其實這邊 不是 還有一位 這些人在 你還需要有什麼說服力嗎 這邊其實還有一條 但我覺得他真的不夠了解你 他說除了健身什麼都不會 他其實都會練才 更何況還要懂得 跟老婆家人相處 他做不來 這太不了解你了 這就是你們不了解 他會練才的 他有賣健身器材 真的是太好 所以跟岳父岳母合我在練才嗎 沒有 那這樣一抓進去就是三個 那也要關係很好才可以 不會 對不對 所以潘若迪的岳父岳母 我現在怎麼樣 我現在第六名要被你們尷尬 我現在是怎麼樣 不是 我現在有欠你賣錢 第六名還沒有第三名還好 等一下 後面三個 這三人有一個人 接下來 先問一下詹老師 你現在心裡怎麼樣 你第一名了 我覺得發通告的時候 他們要我一定要來 你知道吧 本來不想來的 我就覺得這個是有 設定是一定不是第一名 沒有 他叫我們都一定要來 又不是只有對你這樣 我覺得應該我是第一名 沒有 如果我不是第一名的話 我們來修蘇五國版科 陳偉珍老師最近的分析 不是 這樣子 你這個賺比較多 修蘇五國版科 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我們要卡線一下出一下 不是 你是修蘇是跟誰是 沒有 先看一下到底是不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第一名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就請我們大家吃一趟 消夜照 也可以啊 如果我是第一名的話 你請 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就是第一名 所以就是第一名 那我們先看看第四名好不好 好 第四名 你先看第二人 先看第二 準 你們就是一個最公道的節目 太準了吧 其實一二名不用快樂 因為是中忘熟 來... 中忘熟 我們是有用心的 一二名是中忘熟 前面兩個不會 誰第一 第二都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 有應該是分居家推出演藝術 對... 但是我們先看看侯昌明的VCR 我覺得OK啦 不用分居 我選侯昌明 因為他比較精打細算 所以他跟老婆家的人 就比較緊緊緊張 我會選擇侯昌明 因為他的臉就是那種 看起來老好人的臉 感覺岳父岳母叫他做什麼 就會做什麼 我會選洪昌明 因為他老婆感覺比較強 所以我想他可能在娘家 會比較沒有講話題 很正面 很正面 都很正面 我跟你講 以前真的岳母的錢 我幫她稍微的有 我說要不要我幫妳處理一下 後來呢 但是 我把它補完再加利息 還給岳母 真的嗎 這是我吸收掉 真的嗎 岳母 昌明哥你有沒有講這些 其實岳父都不知道 岳母 岳母 我忘了先問一下 這我知道 就沈玉琳一直搞不明白 他是前兩名字 對 因為節目搞不定結束了嗎 你們結束了嗎 沒有在說 你看到待會的時候 都已經不講話 沒有在說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沒辦法 這樣直接面對現實 你們錄好了 我回家看播出 知道我自己的名字 不是 我覺得鄭惟宗 就是比沈玉琳好 你知道嗎 鄭惟宗至少不講話 有羞恥心 對不對 沈玉琳連羞恥心都沒有 還在管 侯昌明賠多少錢 沈玉琳現在話都是因為他緊張 緊張 他又緊張起來才有這個特性 你給我想請問你 你覺得 就兩位了 你覺得你是第一還是第二 再怎麼樣老天有眼的話 一定是詹老師第一 真的耶 玉琳哥 詹老師說如果他第一 他請大家吃飯 那如果你第一 不是 第一的話 你們要請我吃飯 對 你怕我們大家的車考試 我一定是第一 因為我是堪稱北台灣神算 如果我真的沒有第一的話 我真的要退出陰陽界 全台灣神算 讀很大 你退出陰陽界了 如果我沒有第一的話 我就退出陰陽界了 我建議你只要退出陰陽界 就好 你可以不到陰界 你本來就翻桌 但是陰界的 可以 他剛出 他從陰界剛出 不是 太厲害了 第二名跟第一名 我們同時公布 好 看看這兩個人 心臟到底有多強 你是一面部好不好 你不要投資 今天翻第一名就知道了 來 第一名要請客 1 2 3 好 好 看看這兩個人心臟到底有多強 你是一面部好不好 你不要投資 直接翻第一名就知道了 來 第一名要請客 1 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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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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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要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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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麼 來 不要 他怎麼可能 都沒平 他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他還要看什麼 不要 不要這樣 他可能 他可能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平常在節目上 表現得這麼大男人 還不夠 玉琳哥 玉琳哥 有一個那個 岳母界代表 他剛才就 一定講 默默講出來的句話說 你還是媽媽說 我早就知道 那一看就知道了吧 對啊 其實觀眾真的很了解 我岳母叫我老闆你好的那種人 我大概有沒有拿過沒地位 其實我們最主要訪問的就是你的岳母 剛剛你一定是岳母 來 先看看第一名第二名的VCR 我選張維忠 因為她看起來就很沒有地位 張維忠老師 因為我覺得她會聽老婆的話 也會聽兩家人的語 我會選張維忠 因為感覺丈母娘說一就是一 她不會說二 我會選張維忠不是她老師 因為我常常在電視上看她說 她在家非常沒有地位 所以相對來講她在娘家 應該也是沒有地位 我選張維忠 因為她就是一臉模仿 不是說一臉模仿 一臉模仿 我不會形容 對 這不會形容在罵人的 詹老師 你號稱是風水第一名師 你知道嗎 堪陰陽定生死 無人能出啟用 她真的要退出陰陽界人 我沒有給她排一個 她不是說第一名她要退出陰陽界 她不用退了 我長風水界跟啟陽界 是不是 所以說你覺得 你第二名實至名歸嗎 大家覺得你在家裡面是很親的 我覺得我應該是第一名 但我第一名不代表人家不好 是我做得不夠好 所以你覺得我拿第一名是冤枉的 那故意多得一半省你的感覺 選擇性的我覺得 好 好 那詹惠說你什麼時候開始分居 已經 一開始就分居了 真的沒有想到 真的沒有想到 這個詞咒都開始就注定了 是不是 其實她本來就分居了 分居很多 你們聽一下觀眾朋友 怎麼說好不好 這邊還有更難聽的 對 對 還有更難聽的 Nina說呢 看她在節目上面的表現 就感覺她是一個 完全沒有被在乎的人 所以在娘家的存在感 也是沒有 完全無存在感 這個網友講話太厲害了 網友比較獨 他有什麼獨的 沒有太獨的不要講 太獨的不要念 他才第二名的不用擔心 他更獨的應該在這兒 沒有 現在主要是針對詹老師 我是怕太獨詹老師會受不了 我會這樣有獨嗎 等一下 再怎麼獨他回家都可以畫 這樣是很有尷尬的 沒有講出來 好 人家可以畫 不用怕 感覺只會出一張嘴 如果我是娘家的人 我不會想看到他 這有什麼好獨 他十話差不獨 這十話 還會獨 因為他的嘴很厲害 小五哥來個最主的 沒有… 他只有兩個 他只有兩個你知道嗎 謝謝 後面還有一個 詹惟中看起來 矮子矮一度 沒有… 詹惟中看起來就是 雞一夫畏畏水索的樣子 而且 早忘了可以補頭刀 沒有 其實你們的鞋都還好 自己人的鞋都還好 但大部分都是針對你的外型 做一些攻擊性 人家要以後取人 他也是我們挑剔才會這樣講 他們完全是對人不對勢 對 玉琳哥有一個人 我們每人在手要忘了你知道嗎 我們自己忘了 我們結束 每人接一下 蘇拉南第一名 我們來看看她的VCR 來 我會選沈玉琳 對 因為如果是我妹夫的話 他講話太極承 我們家可能就會在我們家 比較沒地位這樣子 我選沈玉琳 因為她在節目上看起來 很愛開玩笑 岳父岳母應該會覺得 她很多話 沈玉琳 因為我覺得她看起來 臉上看起來是 一個很怕老婆的樣子 她 沈玉琳 因為在外面越囂張 在家裡越沒有地位 好… 我們來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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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觀眾朋友怎麼說 你給我話兇事一下 但我這聲音都唸不出來 我覺得太兇了 要讓我過來一點 太兇了 而且我跟你講 我跟妳報告一下 這上面的網友 妳可以看妳做事 孕婦不會說 這上面網友真的署名 而且是真名 全名 還付身分的字號 就是完全期待妳去找她 妳能不能公布一下她的名字 好 第一位是姚差亭 私底下給妳看好不好 27歲姚小姐 她對妳的感覺 娶太年輕老婆會怕她跑掉 所以沈玉琳在家會比較卑微 在娘家也會沒有地位 而且一看 然後第二個 李先生對她的感覺就是 長得就是一個在家沒有地位的臉 而且婚姻應該也不美滿 然後第三個來 沈德烈不要怕得罪玉琳哥 第三個呢 因為她平時太開玩笑 會讓岳父岳母覺得很不好 完全不想跟她探 他有一張嗎 不是只有一張 他有一張 這個是住台北市 姓詹 詹叉雄寫來 才不會是詹人熊 看電視覺得她很大男人主義 而且又自以為是 覺得自己是票房靈藥 殊不知討厭她的人 就是她的枕邊人 我老婆 我覺得念得都好棒 就是把它念完嗎 看著我看到我的 跟我拭目交接就有感覺的人 他會討厭她的枕邊人 賣賭了 就西洋 就我人的老婆 第三位 王友講 對不起 第三位是外國友人 外國友人都討厭妳 她叫Rora 對不對 我也沒騙妳 Dora 真的耶 Rora 她的中文寫得不好 我們就把她寫的是英文 她的意思就是說 長相不好看 又愛睡睡念 我對不起 一定在娘家 接下來這一位是34歲 來自於加拿大的 這怎麼念 我英文不太好 Alice Alice她講的不是我講的 Alice Alice講什麼 老婆太年輕 什麼都要順著她 所以她一定也會服從岳父岳母 觀眾對我太容易誤解 這樣子好了 這些都有一件的觀眾 我租一台遊覽車 你們就跟著我回那個苗栗通宵 就實際觀察我跟我岳母相處的狀況 知道好不好 至於那個說什麼 分居特律演藝圈 我幹嘛跟你們打賭 我先進去 上司宣告 打賭 特效 你自己發起了 你自己發起了 這是你自己發起 你自己發起了 特效 對 我真的說話不通話 好 大家看到 這就是我們演藝圈裡面 十位最卑賤男明星 不過男明星也是有人格的 好不好 謝謝各位來到麻辣同學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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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